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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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肝虫运至萃取工厂 经公司严格地进行检查验收 确保产品质量 将昆虫肝粉碎到工艺要求的力度 然后送到二氧化碳超灵界装置中萃取 这是一套全密封的工艺过程 萃取的抗菌钛、甲壳素、昆虫生物油 分别存储在罐中并进行抽样化验 然后进行罐装 二氧化碳超灵界萃取过程采用低温高压的原理 昆虫生物油的生理核心物质不会被损坏 脱质虫粉经过进一步烘干、装袋备用 昆虫蛋白饲料三虫粉的生产 脱质虫粉经过处理后进行包装 集中运到公司 按蛋白指标进行二次复配 形成65%蛋白的精纯蛋白粉 和45%的精致蛋白粉 公司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 从干虫的验收到萃取提纯再到二次复配 研瓦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 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安全性 昆虫蛋白饲料三虫粉经过两年来 在各个养殖领域的试卫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平渡旧电镇北庙东村的养猪户黄书波 通过使用三虫粉 细心的王书波在猪身上发现了很多变化 在我换年我 在15天以后我开了银沫就开始碎化 皮膜也熟了 它的粉变是没有用的 石料没有小化 它的石料怎么方便 有点有点方便 这是石料你看吧 你看这用过的 你看这粉比较细腻 你看没有小化石料 就没有 你看它非常实 人好 但是幼稚 幼稚当的时候 加强了很多 另外三虫粉的免疫抗病效果 也被王书波认可 腐射了 拉锡了 又是黄碧磊了 制作黄碧磊 在会儿大大接受 我们用过的是两件人了 这样一件 用过的是一件八两万 这样一件 文灯市宋村镇 卢尚村的马桂穴 家里养了七千多只水雕 食用上三虫粉以后 让它找到了一条 能降低私钓成本的好路子 过去我用海鲨鱼的时候 一天一只雕的成本 那么能在八毛七分钱左右 那我从用这个三虫粉以后 我的雕现在成本 现在已经落到了五毛七 我算一下的 我这个厂子 全年我用这个三虫粉 跟海鲨鱼对比 我能省二十万 过去用这个海鲨鱼的时候 那么经常发生 这个肠道毛病 就是大肠肝菌的 非常严重 那么现在用这个三虫粉以后 我现在就整个 我这个厂子两千多种 应该说是 现在大肠肝菌 就杜绝了 没有了 这一批总共孵化了 一万六千多只鸡 若处却只有二十多个 这样的数据 让刘文华很高兴 而高兴的不止这些 三四天之后 开出修复了 最高的手量 现在这个大肠肝菌 和三菱斯菌 这个疾病现在手量 疾病病 疾病不用考试 做资料的一个了 疾病少了 健康了 相应的用药就少了 更重要的是 带来了产氮率的提高 这4倍多天就起来 产氮率还达到90以上 受精率和孵化率 一直是衡量 肿氮质量好坏的关键 而喂养了三重粉以后 效果明显 受精率能达到 每分之95 经常的话 90了 90 对高的时候 才打得92 是吧 提高 每分之三了 中暖率是多少 中暖率95 你看 往下鸡蛋去的 甲克素 能增加水中 有益生物的数量 净化水质 缓和水污染 防止它消除病态 提高幼苗成活率 降低育成死亡率 昆虫自身的用途 非常广泛 除了被加工成 昆虫蛋白源以外 经过处理的干体昆虫 还能进行二级加工 生产出很多副产品 将昆虫生物油 纯化加工 生产出食用保健油 高级变压汽油 将甲克素抗菌态 进入生物制药厂 进行深化加工 将昆虫蛋白 进化分离 产出昆虫精致蛋白粉 将昆虫蛋白粉包装 供饲料生产厂家 昆虫 这个经过四亿年 进化形成的 最大的生物类群 在二十一世纪 人类默然回首 才发现 它竟是地球上最大的 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昆虫资源 正以传统养殖业为基础 以生物技术为先导 进行着 全方位多层次的 开发和应用 虫粉蛋白 是在鱼粉等 不可再生资源 日益枯竭的情况下 最好的动物蛋白源 二昆虫产业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这是一个 曙光乍现的 朝阳产业 了解它 加入它 推进它 它就会如朝阳般 冉冉生气